第2个话题我们要做两个第2个和第3个做一个叉策 第1个我们还是假设川普总统会成功连任 成功连任因为川普总统现在心情满满 支持他的人也是人山人海我们已经看到了 那么这个而且美国是白人 投票决定一切 因为他们的人都是 识广啊 所以不能绝对的排除川普 不能连任 虽然民调认为他可能性比较低 但是我们还是要假设一下 那么有的人担心如果川普总统 连任之后会反移民 会实行他更个人的这种强势作风 来拆毁原来的这种经营体制也好 建制派也好 既的利益集团也好 你认为假如川普总统 连任了 你认为他会不会真的进一步反移民 是不是进一步的搞孤立主义 是不是孤立主义呢 我说我我不认为是 什么叫孤立主义 如果是孤立孤立主义 他把那么多的这个航空母舰 开到远东东亚来做什么 是不是 这个川普这个所谓的孤立主义 得要有一种从一种新的认识 他并不是说门罗主义我把门关起来 那你中共你打台湾我不管 你站的那个南海建那个宝礁我不管 这确实是南海跟我离了十万八千里 这个我不管 啊 那你你澳洲要管的话 那你澳洲联合新加坡去打他 你不要叫我参战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 这才叫孤立主义 川普那个不是真正的孤立主义 川普的那个是要做一个 全球直序的大改组的工程 然后在这个大改组的之后的新结构里头 重新定位一个他认为公正的美国的霸权 如果真是孤立主义的话 他不会寻求霸权 是不是 或者不会寻求这个第一霸权 如果他我我真是个商人 我一打算盘 确实是啊 中国有13亿人口啊 他这个GDP啊每一年的增长比我们多 是不是应该从这个打算盆这个上面是不是应该让中共啊 中国啊来当这个老大哥呢 是啊 是呢我就关起门来我做我的老二 这叫孤立主义 但他绝对不是 所以他现在这个工程呢 才完成了一半 完成了一半怎么会收手呢 他绝对会推进的 到了第二任他会动联合国的 我三年前四年前已经说过 我说你这个川普一上来是一个个的 这个 夸 这种非政府组织啊 一个个的 捣毁一个个的去 那个那个干掉 但是他还是有轻重的 比方讲这个北大西洋工业组织 他没动过 没说过 是不是 你说他这个人人缘不好 他是个单干户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华为这个5G 英国 法国 德国 都跟在后面 把这个华为赶出去了 是不是 所以有人说这个拜登上台会更一团 结欧洲 这是看见表象 其实 拜登上台是用软的方法来团结欧洲 川普在位是用硬的办法 打每个人打两个耳光 打你两个耳瓜子 叫你下跪 那你欧洲多么不情愿 还是要下跪的 是个时间的问题 也是个形式的问题 事半怎么可以功倍呢 所以呢这个川普这个第二任他曾经说漏过一个 一个嘴 说我希望还要再 连任 我要做三任 我很欠慕习近平 因为他是个终身制 这些话他不是胡说的 这个一前台词就是说 我有非常大的事情要做 我不能像孟母啊 值的这块布 值了一半 而且在小孟子的面前 一刀把这个布给剪掉 我不能逃学 也不能啊 这个学校念了一半 被你们这帮人把我赶出校 我不能这样子 所以 这里头我估计他如果赢了可能要歇一两个月 因为到底是七十七十多岁的人呢 我看他 我看他最近 他不一定会因为这个武汉肺炎倒下 他可能是体力透支而倒下 他整个人的面容啊都已经扭曲了 而且瘦了很多 精神我怕他垮不住 所以我估计 大选以后11月12月他会缓和 1月20号就指这个象征生性的 然后明年 2021年 全面开火 这个绝对是大动作 谁都会动 谁都会动 但是不动谁呢 不动俄罗斯 不动北韩 其他都动 所以我们如果川普总统临任之后 我们看看他的大动作 但是我们最喜欢的是川普总统在任上 制造了无数的新闻事件 害得我们现在 天天跟着他走 都走不晚 新闻太多